我做法稍微改一下 因为我资料呢 是用这个筛选的方法来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说资料放在那资料库里面 然后利用资料库前面有讲过说我们可以 把 我们要的资料把它筛选 那筛选的话就不是用这个筛选 而是用那个SEQL语法 在那个SEQL里面的我们可以在SEQL里面 在下查询指令的时候 可以给个条件 那这个条件的话呢可以根据什么呢 可以根据业务 比如说筛选出来结果呢 我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指定的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而不是说呢 我是利用不是用筛选功能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我要先把这些资料 这个问题9的这个里面的资料 总共有64 等于到63笔资料 那这些资料呢 我要先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放在资料库里面 当然如果说 SEQL语法熟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create一个table 并且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到资料库里面 不过这个部分做法 做的会比较稍微复杂 前半段的话我想我们先利用 简单的复习一下 就是说前面所讲过的 那第一个就是 请各位把 Essale的这个 工作表里面的东西 如何再把它转换到那个 SS里面 那把这些资料先放到SS里面 再把它查出来 分别呢放到我们 开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这个部分怎么做 第一个 请各位呢 先开写SS 开写SS 那开写SS之后的话 那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新的工作表 那新的工作表呢 选择那个空白的资料库 那空白资料库里面的话呢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资料库名称特别注意就是 请放在 你们的 同一个 就是问题球的同一个路径底下 那路径的话我是放在这个 一个一长串路径 我想各位自己在 针对自己的路径 去找 那这边的话呢 我给它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是放在那个完成的里面 那并且给它一个资料库名称 资料库名称的话呢 我叫db1 按一个建立 OK 那我把这一个资料库建立之后的话呢 我如果快速的可以把这些资料呢 放到SS里面 那前面我们有讲过 利用什么方式最快呢 新增里面 汇入资料